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伟林,欢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闻 在1989年,南岛管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保有出46位通过人情的汉地资林 打开南岛完成汉大地市场 今年再度开办人情库庭,并且经过库庭后 21号再去在广府一楼大厅 由副馆长翁随地,修正后34位汉地资林 我恭喜,恭喜,我赞我 修正丁内上,除了办法竞速以外 当时竞赏,担担一个网头,向前行进行地资金 但仁专业主兵团统文化团成的中央书兵 必须好好经营,南岛管政府重行大地这个交代 烤乳猪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然后一定要手套 尤其是我们平常有抽烟的,或是吃槟榔的 这个时候就是不要去,尽量不要去吃 因为我们烤乳猪讲究是卫生 那未来我相信我们县福为了办这个烤猪的认证 我相信对我们原住民这一块的地方 烤乳猪的地方会更上一层楼 上完这之后就知道说该怎么去卫生习惯 什么都会去提升这样子 然后对我们之后可能工作上面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 你烤大猪会不会很吃力? 还蛮吃力的,很辛苦 战队南岛,万民行地散业 关乎昨天白分生前行地资金伊丸 麦几位会分库丁,提升完商行地业借金正力 保留并且发扬我们烤猪的传统文化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来推展原住民的烤猪的 这个经济产业的发展 第三个就是富有原创性 然后县政府来透过教学还有认证 来让我们所有的乡亲来自全国的同胞 来食用烤猪的料理 能够非常安心并且愉快 第四个就是分享 我们原住民同胞很喜欢把上帝的恩典 把好的东西跟别人分享 我们烤大猪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 比较重视的 现在各个机关团体或者全省各地 甚至于学校或者是军方在办活动的时候 也会找上他们为他们烤个大猪 让他们的一些餐序能够增加一些特色 广府万民局标识 各位在民间龙三文肖公司的园子也相当 整个行李参天 亦够在相当六星亿要正主 希望提供国际平常万民 向大地借金加便利观度 记者显示长报道